我覺得這個吃起來感覺真的不太像是豬肉的感覺 真的有鵝肝醬的感覺 對 有一點那種感覺 因為基本上它把它料理的方式 我們直覺上就會認為是鵝肝醬 結果一吃 原來是豬肉 我覺得這種滿有進氣感 有沒有加特殊的調味料 沒有 我是說正常的調味料 正常的 它這個其實就是像我講 它只有加一些比如說胡椒 然後紅蔥頭 就是正常調味料 那還有我要必須要介紹這種做法 其實它是很久遠以前就流傳過 流傳下來的做法 就是它其實是一個古代生活智慧 那而且它剛才我講它有油脂保護 所以它有的人會比如說坐在桃罐裡面 然後上面又有油脂 那天氣冷的時候它其實就有油脂會隔絕 反正密封不會壞掉 跟空氣隔絕之後它就可以做長時間把油脂 像洞一樣 對 對 對 然後那些油脂其實本身有營養 那回歸到它來講 就是大家之前又一直覺得說豬油很不健康 那其實反而到現在又覺得說豬油其實是應該要吃 他這樣講我突然間想到 你知道我小時候 我是客家人 小時候吃類似像這種滷肉 你知道嗎 我們就會煮得很油膩 然後結成豆 讓它結成豆來切一塊 對 然後吃飯的時候把它倒扣下來 然後切成一塊一塊 上面撒一點胡椒 然後你就這樣夾一塊 放在熱騰騰的飯上面 然後還有融化 超好吃的 其實它的烹調的 其實你仔細去思考不管是什麼國家的菜 再烹調都會有相通性 像這個也是麵包烤熱之後你就抹上去 就類似你講 我們把那漏洞 丟在白飯熱騰騰的白飯上面 其實是一樣的概念 你童公之妙 所以剛剛講到這個客家料理 我要問一下總經理 總經理其實台市 您的飯店也出過很多道的菜 像是豬腳 大家就會有清燉跟紅燒不一樣的做法 然後街頭上尾 從台灣北基隆市清燉豬腳 一直到台灣最南邊的紅燒豬腳 都很有名 所以有哪一些還能代表台灣的特色 我想大家月子餐這個腰花 這些豬的內臟 下水其實是台灣人很珍惜的 以前豬肝 豬腰花這些可都是非常貴的 難道要講說一隻豬只有一個肝嗎 但是最有趣的還是說 其實現在豬肉 慢慢的大家有一陣子 對豬肉是比較負面評價 因為它可能比較油 好像沒有像牛肉的營養價值這麼高 但是這幾年慢慢回頭來看 其實豬真的是大家的好朋友 其實特別是剛剛提到了 不論是歐美他們對於某一些特定的豬 有一些高附加價值的這些生產 特別是台灣豬 現在包括了我常常聽到 包括海藻豬 包括了什麼玉米豬 包括了快樂豬 他們吃的東西不一樣 飼料 對 其實現在大家也開始慢慢講求 這些食材的源頭 如果大家願意從這方面去做努力 像我們自己飯店有上海菜館 上海菜最有名的就是這個紅燒肉 紅燒肉就像用豬 所以我們在豬的挑選上 食材上就會下很大的功夫 所以說怎麼樣從源頭開始 做一個心態上的調整 不要再以低價不要再以便宜來做衡量的話 我相信整個食品的環境都會有很好的改善 今天完了以後大家都知道 不要再講鬆扳豬了啦 對 真的 沒有這個東西啦 但是我也要調一個條件就是說 事實上這個附加的價值一樣 加會到拉麵店的身上 所以它對日本的經濟貢獻是真的很大的 因為觀眾朋友你吃拉麵的時候一定會有叉燒 我先問一下叉燒是哪一個部位啊 叉燒大概是 這個一般來講他們還是以這一塊為主軸 只是它的油花分布的比例 對 還有它取的位置 然後切的橫切面的一個狀況是不太一樣的啦 其實叉燒加值了非常多的拉麵店 觀眾朋友你應該也會有印象說最近台灣的拉麵店如雨後春水 特別是日式的 無物不得了 尤其在香港 我要問一下凱哥 最近呢 我以前去日本一定會吃的一家 非常普通的拉麵店 叫做一蘭拉麵 你說的是這一家嗎 經濟奇蹟 對不對 同樣也是有租的 這個拉麵店對我來講呢 我自己是覺得比較有趣的一些啦 因為我很早以前那時候去的時候 是因為我剛去日本的時候 我朋友說 肚子餓不餓說餓餓 那我們去吃吧 我說去哪裡吃 幾乎所有的所謂的這個捷運站的 前面就會有一家 而且重點它是販賣機 因為你沒有體驗過用販賣機來買拉麵 是不是 對 更好玩的是當你進去以後 你發現它一間一間一間 好像跟不跟別人一樣 都有自閉症一樣 對 對 所以它已經造成了一股特色在那邊 但是回到底 你說好不好吃呢 像很多人都會告訴我 去日本一定要吃一蘭 而且一定要把它吃完 因為那一碗最後有 一排炙在最後面這樣 我覺得當然這是有趣的一件事 如果就口味來講的話 就日本人的看法跟我自己的觀察 很簡單 他覺得一蘭是一個很方便的 一個便利的拉麵店 但是好不好吃 它絕對排不上好吃的位置上面 可是回過頭來 我發現這幾年 台灣很多的日式拉麵店進來的時候 當然風潮也是很大 可是我一直想不透的一件事 為什麼一碗拉麵店 它要賣超過200塊 我覺得太誇張了 怎麼說 你看 像這種店 這種一碗隨便在日幣 大概就是我們平均值 大概是750塊日幣左右 你想日本人的所得是我們三倍左右 750塊你除以3的話 大概是多少 250左右 然後我們日元跟台幣的那個匯差 又是 匯率又是除以3 所以它一碗應該在日本來講 它的價值是在八九十塊 這樣的一個價值 但台灣直接加280 對 為什麼到台灣變成這樣 我們的收入 我們的生活水平不是這樣 所以我就覺得很訝異 然後你到了其他國家 你到像曼谷最近開的一家百貨公司 全部都在賣這個東西 你看它的價錢再怎麼貴 它也是100出頭而已 所以對我來講 我覺得 好啦 你貴一倍好不好 150 160 我覺得OK 日本品牌嘛 可是你貴到兩倍 我就覺得太過分了一些 價格有沒有辦法讓拉麵店 或是豬排店繼續的延燒呢 稍後討論 這販賣的商品都會有價值跟價格的差異 當然如果說一碗拉麵 你會不會覺得它跟台灣的茶米有點類似 或者是說其實豬排飯跟台灣的排骨便當也很相仿 這中間的價值差異怎麼分別 視聰 對 我們其實去這些日式的豬排店 會覺得說其實它很注重細節 包括說你看它的高麗菜 吃起來就是真的比剛外面的高麗菜要稍微好吃一點 我覺得裡面的米也是特別的不一樣 我每一次吃都是 其實我很多次都是米吃了很多碗 去吃白飯 飯吃很多碗 反而豬肉都還沒有吃完 另外當然就是說它豬肉的這種質感 的確也是不太一樣 我覺得日本的這個企業界 非常重視這種質感跟細節 我覺得它提升了它整個的感覺 還有它的裝潢也是不太一樣 其實你說台灣的排骨飯好不好吃 好吃 我覺得台灣也有這個資格 像我們在提到說 切乾麵跟拉麵 其實這只是一個差異性的價格 你怎麼要去提升你那個質感 你可以並駕齊齊 跟日本的商品一樣的時候 那個價格自然可以拉起來 我覺得可能說我們台灣小吃店 或是一些業者來說的話 可能可以注意的一個新的方向 我們把整體的感覺 尤其是那種很細微的差異性 你如果 女大神婆造型跳電影女神的姐姐 心潮有趣 一群熱愛跳舞的客家媽媽 穿上Apple手工縫製藍布衫 大金貨 威武絲巾和大埔衫 生動活潑的大神婆西川 讓人會心一笑 我們這支舞呢 也有帶到葡萄牙去演出 受到很大的歡迎 客家的服飾 客家的音樂結合舞蹈 在帶頭的李碧雲嚴格要求下 獲得好評價 也常受邀海外演出 增加客家文化的國境的見度 雖然說是我的團隊是媽媽們 但是我自立在於客家文化的舞蹈 所以我每次出國的話 只有一個死命感 不要讓我們台灣的客家人落空了 不能露氣 媽媽們真的很拚 一個動作練50次以上才精神 也不能放棄 看起來很可愛 可是馬力跳其實很難 對啊 要動作日南 建造建守樓 這動作很難 越做越熟練 要動作日南 建造建守樓 我們說玩舞蹈 但其實是我們真的是很想 維持一個客家文化的原貌存在 也因此舞蹈團以洗山坑為名 李碧雲四處查訪 以前在河邊 現在則有些專造池 讓客家媽媽洗衣服 那是團員們童年最深的記憶 也是客家婦女 勤快節儉的象徵 洗山坑它是一個孕育的 是我們的母親河 洗了多少的爛被單 洗了多少的衣服 那洗山坑也是我兒時的夢獎的地方 那個時候我們很快樂 以前沒能學跳舞 現在一起圓夢 好幾個成員已經進階層 社區教學老師 李碧雲希望 吸引年輕人一起加入 更多能量 讓客家翩翩起舞 上課囉 要通走一南 趕走趕走 謝謝中餘老師 謝謝中餘老師 我們請到場